5月8号之前在南京开演唱会的我们涛涛 也是现身南京站 引发巨大骚动 又又又上演了一次海浪行呢 看着人山人海的样子 这要挤破屏幕的手机 这被困在中间寸步难行 只能隐约看见白色帽子的我们涛 本老真的是被这高人气给折服了呀 而因为担心围观人数过多 引发一系列安全问题 可怜的我们涛涛 随后只能被安保人员请到休息室 从曝光的照片来看 乖巧的我们涛 也是坐在小木椅上 看着手机 样子逗趣到不行 话说涛涛与安保人员的关系 也是密之好 在前几天的演唱会中 涛涛还特意感谢了在场的安保大哥们 看到这么可爱的我们涛 网友们也是纷纷评论到 我家的小宝贝 偷跑出来了 被保安叔叔找到了 帮我拉新闻 这个做板凳的小傲娇 一定是本老家的宝宝吧 报道